租屋社團一名租客求租屋 房型想要亞房套房郵家 預算4000以內 還指定台北市鬧區最好 要求家具租金含網路水電 其他網友看傻樂 直呼4000塊在開玩笑嗎 還說可能只能睡在陽台 有眼尖的人發現 PO文的人是桂倫美 原來是戲劇行銷 你好 我是林一山 好 謝謝 我一定準時報到 桂倫美主演影集 台北女子圖鑑 是從台南到台北發展的北漂族 詮釋掙扎現實與理想的心境 劇中角色林一山 真的出現臉書上 還喊說期待台北的生活 大家虧她是不懂行情的租客 亞房大概也要七八千以上 千塊太不應該租不太到 不然就是那個房子很老修 或是有一些什麼其他問題 才沒有可能 真的有4000塊的套房或亞房的話 基本上很快就會被租走 在台北內湖租套房的民眾 表示房租一個月得花一萬二 再加稱為負擔不小 租賃業者也說以亞房來說 4000只有租金行情的一半價格 要在台北租屋根本不可能 是說我想要的嗎 貴輪妹北上打拼失戀失業後找回初心 背景設定在二十年前 文章一出不少人也回憶 當年套房要4000還是有點益 也有人說有租過只是不包電視跟水電 劇情行銷讓租客們吐露心聲 TVBS新聞張志明 洪怡泰泰報導